新闻543 我是张佩珊 政坛的焦点人物那一定是驻美代表金普聪啦 去年12月神秘返台 到底是有什么重要的任务啦 金普聪昨天私底下向立委解释 说是因为国安会秘书长袁建生 身体出了一些状况 台美有一个很重要的沟通平台 他弄不起来 所以他才决定亲自回台湾处理 相关人士听了以后马上就猜测 袁建生可能位子不保要被换掉咯 同时立委也追问金普聪本人 那你这一次回来 是不是等着要接行政院副院长呢 这一位是金中要 也很欠账 也很大事 从去年等到今年 金大使终于肯现身 到立院报告台美关系 你跟总统是不是同性恋 还有欧巴马的狗 叫什么名字 类似这样的问题 请大家今年不要再提问 第一家庭的成员里面有非常多 他喜欢狗的 他们也又增加了一只狗 就说了不要问 国民党立委反倒更故意 金大使有备而来 邱颖质疑阿帕契 P3C接连故障 内有引擎 反倒被拷碎一番 你刚刚所提那个阴谋论 我们是不适合表达 不过如果您如果坚持 我们也会向他表达说 我们国内的委员 尤其我们外交会的召集委员 邱颖颖委员 对于这件事情 有这样的一个推论 你也不用给我扣这么大一顶帽子 这个不是你应该到这里来背训的态度 我们今天来个男子汉的对决 为头致出口气 蔡黄王下站铁要跟金浦松 来个男子汉的对决 抛击九月政争 金浦松不该跨海救援 黄世民 我给你两秒钟 可以让你在这个地方 向王院长道歉 我不谈这个问题 马英九在南部啊 找不到候选人的窘境 如果你去参选台南市市长 你可以为马英九解套 你跟赖清德做个男子汉的对决 保证你输 我回来是报告台美关系的 我已经重复我不知道多少点 你是在唱姐姐啊 关键议题金浦松答案只有一个 依据台词连讲九次 宁可变身谢经验 还不时转过头叹气 眼看大时有难 栏尾出动护驾 好吧 你现在准备好要接付格局了吗 你看 这样问这样的问题 我就说我们是不是等 这个结束后再跟各位做一些报告 其实到了门口他们说 要不要到餐厅做一下 我说再跑到餐厅再过来 马上就要到了 所以我先上来准时 炮火猛烈领域方负责第一线迎战绿营 温和派的陈碧涵 一大早6点58分 先来抢直询棒次 国民党立委分工合作 互助心切 让人见识到了 金大使的高规格领域 三立新闻林副黄世霆 SNG小组台北采访报告